我只是想在台湾学校 别担心 不管什么事 台湾是一个好的地方 不是因为有些派遇 人们要离国 我就觉得说 哇靠 我在B1 然后这么的大 辛苦你们 稍微忍耐一下 台湾的建筑都是很判斜 因为我一起来 感觉什么你知道吗 我说 一定没事 我也是这样躺着 没事 不等 不等 接触就这样 然后继续睡觉 哈喽 朋友们 大家已经知道了 前几天在华联发生很大的地震 让大家又难过又很害怕 这次的影片呢 我想要特别访问 来自各国的外国朋友 问他们关于这次的地震 这件事情的想法 发生的时候到底他们在哪里 他们的状况怎么样 让他们多分享一下 他们心里面的感觉 我先打电话给 来自非洲的朋友 Bonnie 他生活在华联 哈喽 兄弟 哈喽 兄弟 哈喽 什么事 好见 你怎么做 你做得到 我先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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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做得到 在花园上 哈喽 还要是你 有多少问题 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怪兰 對,我們沒有太多死人 我聽到有9還是10人亡的生活 當中和泰國的建築圖非常完全撤退 真的 ? 一方面一大大大建築花的建築圖 還有其他小的物品被我們被捕捕了 How was the feeling of the power of earthquake was it big really it was really big, your body depends on where you are at that time when the earthquake happens if we are right on the side from where it happened I mean the epicenter then you can have more damages and we were a little bit far away so it was okay What about your country do you have earthquakes in Ivory Coast We never have that thanks god 你要去说什么跟台湾人们说吗 我只是说去台湾人们说话 别乱说,不要乱说什么 台湾还是 World War I 不过有预备的地方 客人需要离开国 人们需要继续续续续续在台湾 你知道,这是一个 safe place 但是这件事事件事事件 就是这些事件事件 我认为共同多国家 所以要不要乱说 那种原因不过来和谈人们 我们还是在台湾 我们一直在台湾 我都很不错 我还在跟我朋友们 他名字是Jimmy 他刚刚开了一个新店 他很棒的地方 他可能可以分享一下 OK 出了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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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说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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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my 你是华联人吗 是的 我认为你知不知道 Jimmy 在华联发生地震的时候 你刚好也在华联吗 对 我在华联的重庆市场 怎么样 感觉如何啊 吃那个时候的感觉如何啊 那个当下 三年来 这次的地震是最大的一次 是啊 非常大 有损失吗 有损失吗 你们的商店那些 我本身是没有 因为我靠海边 所以没有太过严重的损失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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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游台湾 当然天游台湾 听说你开了一个新的餐厅 稍微介绍一下 在那里 下次我去华联的时候 去捧场一下 好 我没有关 没有问题 欢迎欢迎 我们在那个台湾的 沉道 台11线 OK 14K 好 是 谢谢你金美 天游台湾 天游华联 我爱你哦 是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加油 辛苦了 接下来我要访问的朋友大家已经知道了 克隆来自美国 聊聊聊 比证发生的时候 你应该不是在华联吧 不在 不在 但是我 我在那个新医区 在新医区 但是我在B1 B1 那很多人都会听到B1 然后觉得说 哦 B1应该是没什么 没什么可怕的吧 我问题是因为我在B1 不 应该是不应该需要 或是不应该会有这么大的阵 因为它在水下面呢 对它是在底下 所以你要想说 基本上你在B1或是一楼的话 那个阵不会这么多 但是因为我在B1的时候 然后这个阵真的是超大 我都吓死了 有这么可怕的不对 真的蛮可怕的 因为本来 只是一开始它慢慢的起 它是慢慢的起 然后 就是会摇一摇 晃一晃 摇一摇 后来比较厉害 然后就是慢慢的 一直继续晃 一直继续咬 然后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然后倒到一个程度 就是上面的那个灯 就快掉下来 真的假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哇靠 我在B1 然后这么的大 那我 我吓到了 因为我就觉得说 好 我现在我在B1 一定是在 大楼 楼上的话 一定是超可怕 是啊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一定是超大 所以我马上吵出来 那你们家乡美国啊 你是东部的 对不对 我是东北部 对 有没有发生地震呢 我们东北部会有地震 但是不多 就是很rare 很rare 就是比如说 很不可思议的 很少会有 真的是很少会有 就比如说 呃 两天前 纽约发生一个地震 然后好像是4.8 或是4.6 然后 这个好像上一次的 可能有一些人说 是2016有 一个 然后是小小 所以感受不到 那那一次的上一次是1983年 哇 很久以前 对 所以你说会不会有地震 我们其实不会有 我们真的是不会有 我们可能是有 如果说有地震 这件事情的话 是因为可能是加州 或是不同的地方 会有大地震 然后我们刚好有遇到 或者我们可以感受到 后续的样子 对 但是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在我家乡 我住长大的地方 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 台湾的历史上 最大的质疑 那你想要跟台湾的朋友 说什么吗 呃 想要跟花恋的人 讲一下 就是 辛苦你们 稍微忍耐一下 因为真的是 我知道你们的状况 呃 比较 没有这么的 好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 就是祝你们加油 然后大家可以好好的平安回家 然后真的可以好好的 就是健康 然后很平安的过去 真的 加油 加油大家 真的 接下来我要访问的朋友是 在台北开了一个小小的酒吧 我很好奇 到底在发行的时候 他的店里面有没有损失 呃 我店面 是我来开卖的时候 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是我的那个酒瓶 什么都是保护的 因为是我也知道 台湾是一个有很多 是有地震的国家 所以是里面的 我的那个鸡酒 什么的瓶子都是 保护起来的 但是 橡皮鸡 因为是橡皮鸡的那个 机器里面有水 所以是如果我来的时候 那个地上还是有一点水 因为是那个机器有鸟 所以是那个里面的水跑出来 但是后面 其他 没事 那地震发生的时候 你在家里吗 我那个时候在家里 早上八点左右 我还在 因为很累的关系 所以像我们是六点多又下班 但我没有起来 但是我太太 然后叫我起来 我第一个看到的东西是 上面的那个灯泡 是转到那个上面 这么可怕 对 真的是我1999年的时候 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巴地震 我们就那个 爬山河的时候也在伊斯坦巴 那个时候大概五六岁 也是有一年纪的 但是这个是还是比那个 我觉得比那个还严重一点 那你想要跟台湾不是说什么吗 什么 你想要跟台湾人说什么吗 我想说台湾的 真的是台湾的政府 你们的那个建造 我跟你说台湾的政府做得非常好的 最好的一个部分是你们的 那个台湾的建筑都是很安全 因为我一起来 感觉什么你知道吗 我说一定没事 我也是这样躺着 没事 等 等 接住就这样 然后继续睡觉 就这样 接下来呢 我要访问来自西班牙的朋友 他生活的地方是台东 怎么样 一切好吗 台东的状况如何 其实台东还好 没有台东要晃的 在吃早餐的时候 有点晃 但是连出门都没有出门 但是我们在岸边比较好 我觉得山上比较危险 好像是 因为很多舌头吊下来 是不是 对 但是没有化脸这么严重 你有化脸很多朋友吗 一些 我有一个朋友在台乳科那边 真假的 他没有死了 他好 第一天我们就联络不到他 但是现在是 我们已经联络上他 好像要等一两天 在消防队可以救他出来 那你想要跟台湾的朋友说什么吗 化脸的朋友就加油啊 因为好像这会需要一段时间回复 然后大家要小心 是 西班牙你的家乡没有地震吧 对不对 应该西班牙我记得四几年前 有一个地震 但是应该是五四几年的第一次啊 了解 好了朋友们 今天影片到这边 非常感谢这些外国朋友 接受我的访问 我希望化脸很快会不正常 我希望将来的日子 再不会发生任何一个地震 天要化脸 天要台湾 你 很高兴 你好 在绝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